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盘的是最近的全球股灾 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 道琼惨崩千点 美股全面重衰 恐慌指数飙到近四年的新高 昨天看到雅股暴跌 欧股重挫 全球金融市场陷入了恐慌 美国的四大指数今天收盘也全面重挫 道琼指数惨崩超过千点 可是今天的台股刚刚收盘的时候是小涨了 那有人就说是不是国安基金有进场互盘 这我不知道 这是市场的传言 而另外我们看到日本跟南韩的股市 今天也是翻红的 所以这个氛围好诡诀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要怎么看呢 不过还有几个讯息 观众朋友我们一起来看 包括日元 现在对美元飙升到141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创七个月以来的新高 过去几个月大家一直买日元 因为日元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 现在飙升 那有人就说 美股崩跌引发投资的人 认为美国的经济前景担忧 所以美国对多种货币的持续被抛售 很多的美元的多种货币持续被抛售 而另外我们看到美股市值蒸发 一个晚上蒸发了八千亿美元 其中有一个指标 巴菲特 两天前我们看到他的伯克夏 把苹果的持股直接来腰砍 砍了一半 那他现金储备创纪录 于是大家就恐慌 于是也有人说 这一次的股灾跟巴菲特 也脱不了关系 因为他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动作 可是外界也在问 一个人有可能造成股市这么大的震荡吗 他有这么厉害吗 另外美国美债的殖利率曲线 大家要注意了 从倒挂转正常 所以这也是衰退的信号 所以美国衰退这件事 经济衰退这件事情 会成真吗 会持续吗 或者是未来真的是这样吗 另外我们看到 人民币相对转强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两周 它暴涨了1500个基点 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这个美国陷入经济衰退的疑虑 我们现在都还在讲疑虑 因为不知道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包括这个央视 对岸央视的一个公众号 预约谈天就说 有很多的美国企业 将在近期访中 预定百人的中美合作论坛 实际上来了300多人 就说这些美国企业奔乡 往中国大陆走 而另外我们看到过去的美中的一些贸易战 科技战 让美国的相关企业市值 蒸发1300亿美元 所以这些企业可能都在求生 讲到美国就不得不来看 它的这个在年底的所谓的美国大选了 现在进行到哪一个层级了呢 包括这一次的美股大跌 就让川普抓到了利基点 他就说你看看 这都是你们这个执政啊 民主党搞的 所以这叫做卡马拉惨崩 什么意思 卡马拉就是贺锦丽的名字吗 你看看都你们害的 所以他抓到了一个批判的点 站在这个高度用力的猛打 他的副手也说 美国需要像川普这样的领导力啊 你看如果这个川普来执政的话 他炒股赚大钱 否则你就会迎接大萧条 这是美国总统大选的攻防 而另外川普在造势的场子上说 我支持电动车 因为Musk支持我 所以应该的 可是他又怕得罪其他电车商 所以他就说 我虽然支持电动车 可是大家应该还是拥有汽车 这个汽车还有柴油车 混合动力全部一网打尽 通通都是我的票 而川普跟贺锦丽现在的民调 在全民调来看 好像是贺锦丽稍稍占上风 因为包括这个民主党的提名 已经笃定了 那年轻选民看起来 也比较喜欢贺锦丽 我们看到最新的一项民调显示 贺锦丽的全民调支持度是48% 领先川普的44% 那这是最近这一年第一次民主党领先共和党 那一来一往有7%的增减 怎么说呢 因为拜登他这个同一项民调 本来拜登是输给川普4% 现在反而川普输给贺锦丽 所以一来一往 民主党共和党来增减了7% 最后呢还有一场大戏 就在辩论赛之前 我们看到贺锦丽的副手还没公布 那预定今天会公布副手人选 应该是在台北时间 今天的晚间到凌晨会公布 那到底是谁会出现呢 现在我们看到路透社的最新独家报道是说 有可能是华兹 他是明宁苏达州的州长 他以亲切的阿伯的形象走红 而另外一位夏皮洛 他是宾州的州长 到底谁会出现呢 我们先来问问看印钞老师 Kirk 怎么看美股崩叠这件事情 我觉得美国现在最怕的 就是刚才前次讲的经济衰退 因为大家一直在等 那个联准会降息 那联准所以他一直不降息的原因 就是说他觉得经济还够好 所以他要确定说通货膨胀 没问题再降息 结果他上礼拜没有降息 礼拜五就出了个很不好的数据 所以大家就开始怕 因为如果有经济衰退的话 全部就结束了 然后不管是股市就完蛋了 所以很多人一直在 对联准会也不高兴了 说你该降不降 大家可能记得两年前 联准会犯过同样一个错误 那个时候通货膨胀上升的时候 他该升息没有升息 那个时候他叫 其实不是很永久的 不是暂时的 所以大家觉得联准会 这个其实就是有问题 所以的话上礼拜五暴跌 那礼拜一又暴跌 所以我觉得大家最担心就是 这所谓的经济衰退 当然有别的原因不管是中东战争 或者是日币 因为日币的话我顺便讲一下 有一个名字叫Carrie Trade Carrie Trade意思就是说 很多人拿日币套利 他去借便宜的日币利息低 然后去投资别的货币 像可能澳大利亚 纽西兰 那现在日币一涨的话 他们把这个Trade就是要结束 很多就是卖股票 把钱还给日币 所以这也是另外的原因 很多原因造成这两天股市大跌 不过最大原因还是经济衰退 那最后原因的话就是股市涨太多了 我之前很多人问我 其实这两天我的脸书快被塞爆 大家都问我说到底要怎么回事 其实我讲了好几个月了 就是股市泡沫已经有一阵子了 泡沫哪个时候会破 没有人知道 现在终于破了 为什么破呢 就是说涨太多了 你看股价是从EPS乘以本益比 EPS就是美股的利润 本益比就是那个PE ratio 美股利润其实没有变太多 可能好一点点 那这一年股价乱涨 就是本益比涨 本益比涨就是说股价太贵了 你明明股票可能是20倍本益比 你为什么下个月变40倍本益比 完全没有理由 所以这个今年其实涨非常非常多 我看了一下数据 就是这两天算暴跌之后 你今年year today 今年1月1号到现在为止 NASDAQ跟S&P500还是涨了快10% 其实不是很差的 因为你看长期数据来讲的话 通常股市每年平均涨10% 也就是涨 跌了那么多之后 我们今年还是10%左右 所以总的来讲的话 其实股市涨太多 本益比涨太多了 就是什么AI或者一些议题 那另外一点 我常常跟人家开玩笑的时候 去年的时候 大家问我台积电多少钱买 那时候我说600块钱 被骂到臭头 那时候台积电400 500 400多 对 对 我说标准价600 那有个媒体说 杨益超说 怎么闭了眼睛买600 我被骂到臭头 现在1000块还问我可不可以买 就你500不买 1000块去追 所以很多我觉得散户 韭菜 这个真的赔钱是比较 要学一些东西 所以我才建议说 可能各位观众 如果这次可能不小心赔钱的话 拿这个当作一个 很好的一个学费 你投股票千万不能说 那个追高怕低 应该反过来 最后讲巴菲特好了 有两种投资方法 一种叫Value Investing 就价值性投资 一种叫Momentum 就是跟着趋势走 那我跟巴菲特一样 我们都是所谓的价值投资者 价值投资的话 就是说我们就是看本益笔 做基本面分析 逢低买进 所以我们买进的时候 都是大家不看好的 像苹果两三年前或台积电 那现在苹果涨那么多 其实我们都开始 这一年开始 出青了 出青了 你看我写很多专栏 我就跟大家讲说 基本上你太贵就是要出青 因为你这个东西 不管是一个杯子 一瓶酒或苹果 你就这个价格 超过它的价值了 对 没错 我常常讲说 你买股票的目的 你是想赚钱 还是想当好公司的股东 对 你目的要赚钱的话 就是你要买低 卖高 台积电再怎么好的公司 贵就不是好投资 苹果也是 你说巴菲特 所以巴菲特就是我们做很多功课 发现说股票太贵了 太贵的话就是 不管是卖一半或慢慢出青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买股票不能当赌博 要做功课 贵就是要卖掉 不能跟趋势走 不过回来你的总的来讲的话 最大还是希望说 不要经济衰退 当上礼拜我的数据 只是一个数据 你趋势的话 要看好几个数字 当这个礼拜 Jackson Hall 对 看Bowen 他讲什么东西 然后看他的什么想法 不过觉得 长期来讲没有问题 长期来讲 经济没有还是不错 只要没有经济衰退 公司获利也可以 然后AI都是好事情 短期就太贵了 是 可是我想问一下超哥 这个美股的波动 跟这一次的总统大选 有没有关系 也有关系 有关系 对 有关系 我刚刚没有回答 你问得很好 共和党跟民主党 两个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共和党是比较 对商业友好的 所以他们减税 或一些 就像挖石油感觉 那川普是你看他每次那个 speech 就是那个竞选讲的东西 他都会提到说股市跟401K 我们在美国上班都会401K就我们退休金 就川普是少数的总统候选人会讲到股市 他的股市非常的看重 因为他是一个商业人 所以他讲说股市怎么涨 他当然会涨股市 就是他会减税 然后会什么降息 所以他对股市很好 所以他才拿这个理由 来说贺锦丽是什么 黑色信息这个东西 总的来讲的话 当然就是共和党对股市是比较好一点 比较友善 所以的话就是他就称这个来讲 当然川普就是现在 你刚刚讲到说 现在共和党民主党就是5050 甚至Harris他还稍微好一点 那大家怕说完全民主党赢的话 对股市通常是有负面 不敢说一定有 通常有负面的效果 所以这个也是有的未知数 股市对未确定性是最怕的 什么叫未确定性呢 降息 战争 经济衰退 什么那个估值太高 所以现在基本上 该问题发生都发生了 现在是短期来比较乱的情况 所以你说利空出境了是不是 有一点 有一点 不一定出境 可能还有利空 你中东的战群你还不确定 所以有很多因素都会 不能讲利空出境 是 有很多的因素都会影响股市 观众朋友应该有个正确的概念了 来 我们请玉芳老师 玉芳老师怎么看 包括美学 包括股市 我这个股市实在是不懂 财经不是我的专业 不过的确我看到了 CBS的最近的一个民调 这个民调是7月30号做到8月2号 所以算是很新的一份的民调 他问了很多像川普跟Harris来做比较 他问到对你个人的财政 就是你个人的荷包的钱的影响 的确有 讲到说你个人的财政会变得更好 这个川普有45%人认为 所以川普如果当选 45%的美国人认为 他们口袋的钱会增加的 贺锦丽只有25% 你会变得更糟了 你个人的财政能力会不会变得更糟 这个贺锦丽有44% 川普只有38% 大概会差不多 大概就是一样 不管谁当选大概这样子 贺锦丽有31% 如果他当选会一样 川普那边有17% 所以整个来看 的确民调显示 多数的美国选民 很难讲说多数 45%其实也很接近一半了 认为是川普当选 对他们的个人的家庭的 这种收入会增加 而不会减少 所以这个是 很多项的比较下来的一个 这个是比较明显 贺锦丽是比较对他不利的 这样的一个因素 那不过整个来讲 总统大选到现在为止 你会看到贺锦丽被出来了以后 他的拜登下去 贺锦丽取而代之以后 他的民调 就共和党跟民进党的总统 候选的民调是在接近 慢慢在接近 CBS这个民调 他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说 全国性的民调 不针对什么摇摆州 什么中西部 就全国这样做一遍来看 是第一次非常的清楚 就是说是50比19 贺锦丽已经的确已经 赢了川普一个百分点 然后你今天讲的 可能是更新的 或是不一样的民调 是马州大学的 对 马州大学的民调 他们那边分校做出来了 这个就是更加的拉开了 这样一个领先的幅度 不过我个人是这样看了 因为我每天这样在观察 在读 在思考 其实双方还是很捷径 还是很捷径 所以这个股市 如果真的恶化下去的话 是对贺锦丽的冲击会比较大 对民主党的冲击会比较大 对共和党的冲击 是会比较小的 因为不管怎么 你在任 现在你在你是当家的人 当家人你搞到大家的钱变少了 那不怪你 那怪谁呢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值得民主党去谨慎小心的 当然有其他因素 刚刚就赖教授也讲了 中东的情势下是悬在那个地方 对 你根本不晓得下一步 这是一场小规模的战争 还是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冲突 是短期还长期的 不晓得 连英国也变得动荡不安 U派在那边闹事 也造成了伤亡 所以这个整个世界来讲 就是进入个不太暗定的状态 对股市也会冲击 前景未明 股市最怕这个 来 赖老师 对 美国的股市影响全世界 这个最主要是 美国除了自己是最大的经济体 而且它的金融体系遍布全球 确实美国一动全世界都跟得动 是不是整个利空出境 我个人确实认为还不至于 因为中东的局势到底是可控 还是不可控 如果是不可控扩大了蔓延了 这个油价一定会呈现影响 这个我想变局还有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个警惕 本来美国的股市就已经是泡沫了 刚刚印超兄讲的没有错 因为很多很多的 美国的这些资深的 这些经济专家 已经一直在提出警告 说泡沫了 可是每个人都说 泡沫了怎么又上了呢 所以每个人都在追高 然后每个人都认为说 我应该不是最后的那个大泡泡 可是终于那个大泡泡出现了 对 但是那个大泡泡是出现了 真的是顶端的那个大泡泡吗 还是那个泡泡还不够大 还是先跌一跌以后会再拉回来 可是以这两天的情况来看的话 是恐慌性爆表 这个应该就是一个最大的泡泡 我个人是认为 就是说这个泡泡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还不进来 你看台股跌了两天 马上就反弹了 今天反弹 可是这个反弹是技术性的修正 对不对 到底国安基金有没有进场 我们也不知道 而且问题是您再留意看一下 好像全职股涨得比较多 对 全职股涨多 非全职股好像没有涨得很多 那这个又有学问 而昨天国安基金或是相关的赖 不是我那个赖 是另外一个赖 那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赖 一点关系都没有 先强调 什么关系都没有的赖 他的政府说他们不会介入 可是大家感觉好像有介入的影子 那当然要等到他愿意公开透明化 我们才知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介入 如果有介入 而且是介入全职股 那台股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抱持一个 更警惕的一个态度 因为我们还不确定 我个人还是认为因为这个战局都还在 还没有真正引爆 但是伊朗是说他一定会做 那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太急的 以为说是跌身了 赶快跑进去强短 这个危险性高一点 我觉得殷超松讲的没有错 赌不好 还是回到理性来判断最好 联准会估计这个美国对于中国企业的 这个限制 也就是说他主要的研究的是 拜登政府限制美国的企业 把他的高科技的产品 卖给中国大陆的企业 结果造成美国企业的 1300亿美元的损失 这个很容易理解 这个一点都不困难 为什么 你这个企业你的东西不能卖给中国大陆 你不能卖 你的营收当然就减少 你的营收一减少 你在股市里面当然就反应 这个是浅显易懂的道理 但是他整个总计加起来以后 他认为损失1300亿 我们要问的问题是 美气损失大还是中期损失大 因为美国的目的是希望中期受伤 可是联准会的研究报告 大家要重视的地方是在于 他的结论是认为 中国企业损失并不大 而也就因为美国的限制 使中国企业增强的体制 而变成了一个美国企业的强大的竞争力 我觉得拜登政府也好 或是特朗普政府也好 你要思考的第一方是在于 联准会最后的这个结论 祝得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